欢迎来到装备生命频道 我们一起学习成长 让生命更美好 如果还没订阅的话 请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就是按下旁边的通知小铃铛 那你就会收到下一支影片的通知了 谢谢 过去的一年 由于新冠疫情的缘故 让我们更加懂得健康不易 更加珍视生命的美好 疫情当下 基督徒在农历新年期间 应该要做的三件事 第一 遵守个人防护措施 亲爱的朋友 这是非常重要的 让我们科学安全 有序愉快的过年 很多疫情失控的教训 都是源自于一瞬间的侥幸心理 所以一定要遵守你们国家 或地方的防护措施 没事尽量不要外出 如果外出一定要配戴口罩 还有做好手卫生 注意咳嗽打碰地 保持社交距离 室内要加强通风消毒 最好把窗口打开通风 保持空气流通 第二 维持及提升身体免疫力 作为一般人 除了要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减少外出 阻止病毒的传播外 及时提升身体免疫力 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何维持与提升身体免疫力呢 其实就是要做到基本的健康生活 过年期间要有节制 不要暴饮暴食 少吃零食 适量饮酒 还有就是要饮食平衡 不要总是吃大鱼大肉 也要多吃水果和蔬菜 以免加重肠胃的消化负担 以及最可怕的 也是我最怕的 就是体重飙升 此外 保证充足睡眠 适量的运动 不要做太久 没有活动 我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做的 为了确保自己保持活动 我的手机设了闹钟 每隔一个小时就会想 想的时候 无论我在做什么 不管是在躺着 看手机或用电脑 都要立刻起身 做至少三分钟的运动或活动一下 大家可以试试看 然后跟我留言分享你的经验 圣经说 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电吗 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 住在你们里头的 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 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上荣耀上帝 我们的身体非常珍贵 所以基督徒当好好看顾身体 身体健康时 信仰的成长也会更稳固 当一个人身体软弱时 灵命上也会受到影响的 第三 感恩的心 感恩非常重要 感恩让我们心情变好 圣经说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忧伤的灵使苦苦干 这一年来 世界发生许多变化 影响我们的生活 也明白许多人蛮辛苦的 中国有一句俗语 王老二过年 年年难过 年年过 如果你在这看着我的影片 我想就是值得感恩的一件事 无论这是多么困难疯狂的一年 至少我们是平安的 健康的都过了一年 而此时此刻 我们在这 圣经说 要常常喜乐 无助的祷告 凡是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 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亲爱的朋友 除了平安健在 想一想至少一个值得感恩 及赞美主的事 欢迎在以下留言跟我分享 好了 以上就是基督徒在农历新年 应该要做的三件事 谢谢您收看 如果有所学习或启发 请记得点赞哦 暂时就这么多了 记得订阅装备生命频道 让生命更美好 祝大家开开心心 过个好年 新年蒙恩 拜拜 祝大家开开心心 过个好年 新年蒙恩 拜拜